行政院昨天拍板通過 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 降低申請門檻 預計會從目前12萬戶提高到50萬戶社會 並對單身青年、新婚夫妻、育兒家庭和經濟社會弱勢 租金補貼給予1.2倍到1.8倍加碼 大街隨處可見出租招牌 因為想要買房真的不容易 許多人只好先當租屋族 而行政院31號技術力多 通過300億元中央擴大租屋補貼專案 降低申請門檻 所的倍數從2.5倍放寬變成3倍 預計受惠戶數會從原來的12萬戶提高到50萬戶 現行補貼金額落在2000到8000元 未來只要符合四大族群的資格 租金補貼再加碼以新北市為例 單身青年未滿35歲 補貼金多1.2倍 原本可以領兩千四百元提高到兩千八百八十元 結婚兩年內的新婚夫妻多一點三倍 從四千元變成五千兩百元 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也以子女數增加不同補助 分別是一點四倍 一點六倍 還有一點八倍 經濟弱勢家庭則向一點四倍 社會弱勢也有一點二倍 我覺得就是那個條件 然後加上房東的意願上來講的話 也不一定可以申請到 所以這方面的話 就還要再跟房東溝通 不一定 不一定有幫助 租房子租了快七八年了 但根本就從來沒申請過這東西 你不租別人還要租嗎 那他可能你想報 他不用給你報 他就租給別人就好了 何必租給你呢 中央不只擴大租屋補貼 先前住宅法也完成修法 房東的租金所得免稅額 每房每月提高到一點五萬元 房屋稅和地價稅 稅率比照自有住宅 只是加碼再多 仍有租屋主擔心 就怕房東還是考量會有收入賦稅 拒絕配合申報 長期推動居住正義的民團認為 不少房東還是保持觀望態度 甚至擁有多戶房屋的房東 意願可能更低 而新政策拍板上路 預計七月開放申請 是否可以降低租屋負擔 成效如何 外界持續關注 記者 傳訊陳柏玉 臺北報導